下動作我剛剛已經有把它錄製聚齊 那只是說呢 你如果每個都點 假設每個你希望都點兩下然後自動跳出來 自動跳出來 那其實你只要把剛剛錄製好的 我剛剛是錄製一個叫聚齊二嘛 你可以把這個聚齊二編輯一下 那我這邊 改成什麼 用樞紐分析表分割 工作比如說你這個地方 假如錄完之後 你希望這個不叫聚齊二啦 你可以這個時候改沒關係 比如說我把它改成什麼 用這個名稱有點長 我把它寫短一點 用那個所謂的那個樞紐 分割 工作表 1 1的話就是可能有2啦 那再來的話 因為剛剛就是b2b4點兩下 跳出去嘛 所以現在的話你可以 在這個前方 寫一個回圈 因為我要跑的是 4i 等於 第4 到我們往下看一下 應該要第9 所以第4到第9 4 2 9 OK Enter兩下打一個NAS 那我前面講過啦 如果你要重複做的話 就這樣 把中間這個 把它搬到哪裡呢 搬到中間就好 那習慣上會再按一個TAB鍵 因為讓它縮排 那並且把這個4的部分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i就可以了 所以 4刪掉 控一格 and 一個i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幫我把那個i的值 串接到後面去 那這樣的話就是 show一個 5 show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喔 不過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它的動作會還蠻快的喔 所以你把它執行的話 我按F8好了 F8就組好了 所以這個時候 B4 slate 然後show detail 跳出來對不對 那這邊 你會發現喔 等一下可能還在修改一個 就是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可能要改一下 那再來的話 我們可能 再來下一個 一個對不對 再按下一個 F8 不過你會發現 會有個問題喔 就是說這個地方的假如我在執行的話 F8 他應該會錯 錯誤 他要寫 不過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現在喔 的游標已經停在哪裡 停在這個工作表 那可是我要 移到前面這邊 才能夠再點兩下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邊可能你要必須在前面 在執行的時候 可能要 要不就是說 打一個那個切過去 就是 打一個 Shits 拿一個工作表 跟他講說喔我要 幫我切到那個樞紐 樞紐的話就是 Shits 雙引號裡面 打一個樞紐 後面的話加一個什麼呢 點slate 就是 幫我切過去 再做執行動作 所以 加一個 那個 樞紐點slate 這一行執行的話 他會切過來 再來因為 I的值 等於5了 所以呢 B5幫我點兩下 B5 OK 那這樣的話呢 再show detail 等一處 這個時候 又 有沒有跳一個新的 然後以slate推 所以再切回去 再把B6 點兩下 等一處 這樣子的話你會發現喔 他會一個一個全部幫我跑完 456789 OK全部結束了 所以前面的話你會發現喔 在樞紐前面呢 就會自動產生 總共會有6個工作表 那這6個工作表實際上喔 就是這6個名稱 的工作表 會自動放到這裡來 但會有個問題啦 就是說呢 他雖然已經做分割了 可是那個上面的名稱好像失誤不對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最後可能需要 再把它重新命名一下 所以如果你希望那個重新命名的部分的話 在程式裡面喔 可以再 加一個 叙述這個部分的話呢 你可以再 參考那個 第81頁 81頁部分的話就說 如果你希望 跳的時候呢 他可以順便幫你把那個名稱呢 也給什麼 也給 帶到那個 重新命名的話 那我這邊呢 請各位看 81頁裡面 基本上都會 改幾個地方 我就把這些先刪掉一下 這個不是我要的 如果我再修改一下 比如說呢 我希望改成什麼了 改成 剛剛的那個 這個地方 程式大概這樣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第 81 頁這邊 我把這個程式 複製一下 這個版本2 裡面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 怎麼樣 一樣是 For i 等於 4到9 一樣是切到那邊去 可是說呢 我多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呢 抓前面這個儲存格 裡面 的名稱 拿來做重新評 所以多兩行喔 那我怎麼去抓到那個名稱呢 我這邊打個N等於什麼 那因為儲表已經放在樞紐裡面 所以 我要取他的名稱的話 那基本上 你可以N等於 Range 那他的 那個 儲存格一定是在哪一欄呢 一定是在A欄裡面 所以呢 A欄裡面呢 後面呢 一樣串一個什麼 AND i 那就可以抓到什麼 抓到A欄裡面的這個名稱 理論上應該是OK的 這邊 在 81 頁裡面 最後呢 可能多一個動作 就是說呢 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再把名稱 重新置換 重新置換的 寫法就是 因為我已經 跳出一個新的工作表 所以這一行 執行的話會多一個 新工作表 那那個工作表的名稱的話呢 叫Active Name Active 就是目前 被 所以 啟動的那個工作表 的名稱 所以Active Shit.Name 的名稱 等於什麼呢 等於那個N就可以了 你可以把那個名稱帶過去 如果程式沒打錯的話 本來是小寫 它會自動變大寫 所以我的習慣都打小寫 可以看得懂嗎 Active 目前的 少一個C 對對對 當然如果打小寫移開 它如果沒變大寫的話 表示字打錯了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邊 再打個C 移開 位置放錯了 Active在這 移開 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字沒拼錯 它這個地方 前面會變大寫 所以你有時候打程式 也不用急照 反正你就是 照著打 都打小寫 移開如果手字有變大寫 那表示你字沒有 打錯 那你這樣再執行下一行 才不會有錯 我們試一下 樞紐分析這個地方 把它再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 按F8好了 不然跑太快 然後 然後先切到樞紐 然後先抓到 這個的名稱 放在N裡面 東元電器 然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是 把游標放在這邊 Show detail 然後把名稱改一下 現在看到的是 工作表47 如果要 目前的工作表 指的就是 這個工作表 跳出來的一個 的名稱改成 東元 這個 把它改成東元電器 OK那把它按F8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 帶過來 名稱就變更了 其他都一樣 所以我就讓他全部跑完 這樣的話你會發現 每一個每一個 就通通 幫我 一氣呵成 這個部分當然 是 額外補充 因為我覺得 有些東西在 樞紐分析表裡面 都可以自動化 那這樣的話做起事來 會更加的快速 不過呢 雖然想法是這樣 但是呢 要能夠真的完成這些 程式 恐怕有一些些難度 那 後面還有一個是清除 格式的部分 不過其實只是 多增加一些效果進去 所以這邊的話 當然 我如果要把一些 刪除掉 各位也可以 參考一下那個 比如說 最後 這一個 把清清除掉的結果 再加上去的話 其實 這裡面 只是說呢 再增加什麼 增加這個 取消篩選 因為上面本來有那個篩選 我覺得不喜歡 另外把那個格式清除掉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就完成 我要的結果 那 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 試一下 那 這個如果還有問題啦 我今天最後這一段 因為大部分同學還是如果 假設有比較跟不上的部分 第一個雲端上面有 做好的程式 第二個的話 我也有把那個 影片錄下來 所以如果你想要 再了解細節部分 想要重聽的話 那可能在 細節部分再看一下 OK 那這部分 請各位 試一下邏輯 大概是這樣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 時間剛剛好 OK 現在是 五點半 不然我們今天就 先講到這裡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歡迎各位 現在再用那個 email的方式 再 再提問